馬上來關信在凌晨五點 高雄前鎮 一棟五層樓民宅發生火警 起火點疑似是在一樓家中的客廳 目前救出一對受困的夫妻 兩人被救出的時候 失去生命跡象 先生 最新已經宣告不治 太太則是命為 還在加護病房搶救當中 真正濃煙不斷冒出 高雄市前鎮區 一棟五層樓民宅 十四號早上五點多 傳出火警 消防隊出動三十五車 不隨限灌咒 現場煙霧瀰漫 民眾趕緊逃出來 大家都睡夢中 聽到發生火警 非常驚恐 跑到一樓外面 起火點是一樓 現場也疏散十七人 不過住在一樓的一對夫妻 受困在屋內 消防隊員趕緊破鐵門 進到裡頭搶救 五十三歲的夫人 在浴室裡被發現 他的五十五歲先生 則是在房間內 救出十兩人一度失去傷命 跡象趕緊被送往醫院搶救 索性婦人目前恢復傷命跡象 轉到家戶病房繼續治療觀察中 到達的時候一樓的客廳就已經冒出很猛烈的火事 整個客廳都完全燃燒 起火地點疑似是在一樓的客廳 目前火事已經撲滅 但詳細的起火原因 待火吊科人員進行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 就是在北京的碼 燃燒 髮 技場 商務